虽然有人说钱不是万能的,但事实证明没钱寸步难行。 虽然有人说钱不过只一张,但事实证明没钱你的世界就没有温度。 一个人,如果没有真正穷过一次,他是很难体会到人间还有事态眼凉这种心酸。 一个人,唯有真正的穷过一次,他才会明白人生其实还有很现实的这三个真相要去面对。 一,没钱,没爱情,钱的确买不来爱情,但是没有钱,你也往往留不住爱情。 因为爱情不只有风花雪月,更多的还是归于生活的柴米油盐。 就像是作家三毛说的,爱情如果不落实到穿衣,吃饭,睡觉,数钱,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去,是不会长久的。 柴米油盐酱醋茶,衣食住行或浪漫,哪一样都离不开一个钱字。 如果没有钱,你拿什么去保证家人的温饱。 如果没有钱,你拿什么去给对方一个安稳的家。 如果没有钱,你又凭什么寻诺对方一个未来。 当你没有钱的时候,你都无法保证自己的生活质量,又如何去给别人幸福。 所以,那些在你没钱的时候离你而去的人,未必真的有多贤疲爱富。 只是比起虚无缥缈的爱情,每个人首先要做的,是让自己好好地活下去。 无论是当下的物质满足,还是未来的美好期许,都离不开前的支持,或许听起来很物质。 但现实就是这样,很残酷,就如电视剧《双合时代》中一句台词所言,爱情,婚姻都不是以面子去维持。 再好的感情,婚姻,也需要金钱来维持。 二,没钱,没亲戚,奥运冠军全红缠,家境很是贫寒,一家人过得辛苦,却也没什么人帮手。 然而,就在她夺冠以后,忽然冒出了一堆所谓的亲戚。 全红缠的妈妈说,现在才知道家里有这么多亲戚,何其讽刺,又何其真实,正应了那句老话,穷在闹是无人问,富在深山有远亲。 当你一贫如洗的时候,那些人往往都躲你躲得远远的,生怕你想沾他们的光,成为他们的负类。 而当你一招得势的时候,那些人又会摆出家人的嘴脸,和你攀亲倒顾,想尽办法地和你拉近关系,说到底是想要沾你的光而已。 路遥在《平凡的世界》里写道, 小时候,我们常常把亲戚这两个字看得多么美好和重要。 人一旦长成大人,开始独立生活,我们便很快知道,亲戚关系常常是庸俗的。 亲戚和家人,本质上是不同的。 家人任何时候都不会背弃你,可有些亲戚,却只会在你显赫时靠近你,在你落魄时又离去。 所以你看,有钱人总是一堆亲戚,没钱的往往是孤家寡人。 三,钱,没朋友,有人说,钱可以买到99%的东西,其中就包括友情。 当你有钱的时候,身边总是会围绕着一堆朋友,干什么都有人陪,做什么都有人支持。 想喝酒了一个电话就能喊出一帮人,要办事儿了一声招呼就有人帮你办妥。 可是,若是有朝一日你落魄了,你会发现曾经称兄到底的那些朋友,都不见了。 有些人直接拉黑你的所有联系方式,和你在无瓜葛,有些人就算会接你的电话,也生怕你是要借钱,早找好借口推偷。 正如司马迁所言,天下兮兮,皆为利来,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,那些曾经因土利而聚到你身边的人,迟早也会因利散而离你而去。 毕竟,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很现实,有钱时什么都好说,一生朋友一起走,而没钱时啥都不好使,不来踩你几脚已经算有良心了。 正所谓,锦上添花椅,雪中送太难,没钱一次,你就会对这句话体会得无比深刻。 四,晚年要有存款,有这样一句话,人心,经不起金钱的考验,亲情,有时候也是如此。 在金钱面前,它会变得现实,变得扭曲,变得不堪一击。 人都说,亲情是以血缘关系来维系的,是牢不可破的。 可是你看,还有一些人,他们的眼里,只有利益,只有好处,并没有太多的情感可言。 对这样的人,掏心掏肺,坦诚以待,只会让自己陷入被动的局面。 最后受伤的只能是自己。 路遥在《平凡的世界》中写道,钱是好东西,它能使人不再心慌,并且叫人产生自信。 不得不说,钱的确是一个人最好的安全感。 当你手上有了足够的存款,你也就有了足够面对生活的底气。 而对于步入晚年的老人来说,也是如此。 手上的存款,就是他们的依靠,是他们安然度过晚年生活的屏障。 就像一位退休的阿姨,她明确表示不会把存款告诉子女,而她也是这样做的。 虽然,她很爱自己的儿子,但在内心深处,还是坚信,凡事要靠自己,不能太仰仗子女来养老。 尤其是见了太多老人,对子女不计回报却无人善终的故事,更让她坚信要为自己留退路的想法。 所以,她并没有告诉儿子,自己家里到底有多少存款,而是把这些存款分成了三个部分。 第一部分,日常生活基本开销。 第二部分,培养爱好的钱,比如定期旅游,学习摄影,插花所需要的花费。 第三部分,生病的钱,包括体检,拿药,住院,寝护工等。 而这些存款,就是她晚年生活的底气。 这位阿姨说,现在上了年纪,高血压,高血糖,骨质疏松等毛病一大堆。 她每次去医院看病,都是花自己的钱。 知道儿子,儿媳工作忙,也没麻烦过他们。 有一次动手术,在医院住了大半个月,本来说请护工。 但儿子,儿媳怕护工照顾不周,想着自己来照顾。 阿姨怕儿媳内心不情愿,便提前说好会给儿媳解工资。 最后的结果是,儿媳照顾得很静心,而她也顺利出院了。 还看过一句扎心的话,谁的晚年都是一场血雨腥风。 人到晚年,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,各种各样的问题。 而存款,便是他们最大的安全感,是他们抵御风险和掌控生活的底气。 只有这样,当意外和疾病发生时,他们才有足够的钱去应付,而不是只剩下手足无措。 很认同一句话,钱是照妖精,也是亮心吃。 那些有钱时在你身边,没钱时弃你而走的人,无需多留恋,因为他们未曾给过你真心。 而那些无论你贫穷还是富有,喧赫还是落魄,都对你不离不弃的人,才真正值得你相交一生。 这样的人若能遇见,当然幸运,但更重要的是让自己不至于落到那般田地。 如作家毛姆曾在书中的告诫,人追求的当然不全是财富,但至少要有足以维持尊严的生活,使自己能够不受阻挠的工作,能够慷慨,能够守护的工作。